欢迎收看Anson0526.L 那我今天就会再跟大家讲一些防疫的小贴士啦 上次都教了大家是用平光镜的 防止病毒从眼进入你的身体啦 那今天又是教大家一些防疫的小贴士啦 那我今天的小贴士是什么呢 给5秒钟大家想想 相信大家都猜到了 不过其实呢就是 来 夹点 筆哪里有用啊 highlighter哪里会有用啊 其实很有用 当你按一些公共场所的键 譬如升级里面有些键啦 嗯 不同 譬如 有可能你有些公共场所的键要按的 那你呢如果用手的话呢 不过呢 你就要洗干净的手啦 那如果你不想那么麻烦呢 其实你可以带定一些有盖的筆 或者highlighter啦 那譬如这一枝有盖的 不过最好就炆了一个心去啦 不过现在有心 或者你炆了一个心 或者没什么的都ok的 那譬如你这样 好啊 按升级里面啦 按 按 關上 那 那骯髒的东西呢 就在里面 那你就把它蓋住啦 highlighter呀 不过这个呢 我呢 就炆了 了 譬如这个更方便 咚 按下去啦 记住吸回它啦 那如果大家说 可能用一些 漬器的筷子呀 咚完之后呢 扔到垃圾桶 也好 不过没有那么 不环保 戴手套也都一样啦 或者用紙巾 那这样就不环保的 那其实呢 就算大家 碰完所有的东西 或者就算按完呢 都要呢 记住呢 洗干净的手 我这里呢 就有两支洗手液 那就是大家 这些小型是 方便大家带出街啦 戴在这个袋里呢 都非常之方便 那如果你再想轻便一点 就戴这支洗啦 无所谓的 那你就两支都可以拿的 那其实呢 即是呢 你就算呢 用这个筆盖的时候 碰完这个筆盖 其实 碰了很多东西 你都记住要 要洗干净的手 因为呢 可能呢 会将你的 譬如你将你的手 放到口那里呢 就很容易会感染 这个细菌了 那所以呢 大家呢 都可以在家 找下有没有这些 在自己的家里面 在家里呢 找下有没有这些 的 有盖的筆 没有盖的筆呢 你这样 按完 出回来 其实细菌都可以碰到的 所以就不好的 或者连盖都没有 连按都没有 就这样 那些细菌 你碰到你的手 如果呢 有墨的话呢 有一个坏处 其实 就是不好啦 那就是可能呢 譬如你那个按键呢 按的时候 画花去啦 或者呢 你按的时候 不需要碰一只手 你又画一只手 那只手又骯髒 那只手又骯髒呢 然后又画了些 呃 原子笔的那些 颜色上去 所以呢 大家呢 记住要找 呃 呃 呃 没有蜜 或者是炆了出来的 那就不要验啦 那 这个呢 就是我的凡小提示 那其实我呢 都会 呃 我未必会再 跟大家说 这些小提示 我会尽 方法去找一些 如果我再找到的话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防止疫情的小提示啦 那 那 今集就来到尾声的啦 再感谢大家多一次 又洗干净的手 和 建议大家 戴着这些 呃 有盖 有盖的 笔 或者highlighter 那 就 那就是这么多 喜欢这条片呢 记住like,subscribe 和share 介绍给你的Friends 介绍这个防力小提示 给你的Friends 和看S0526.L的片咯 那 就 就 就这么多先啦 因为 现在复货呢 都要 零至零行通知的 那 如果迟些复货 我就 出些片 出的少一点的 那就是 心灵观有病毒 疫情影响的 那 就 说到这么多先 下集再见 拜拜 那 大家记住我刚才说过的东西咯 那我们下集见啦 拜拜